发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大家都把他当成像神一样 冲着他来的 有一个很强大的吸引力 他是全民的英雄 全民的偶像 真的像天使一样 很像一个爸爸 一个大家长 这部戏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这个曹操真的很帅 发哥就转头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话说 曹操很坏 以前看过很多好演员 演曹操同学 他跟以前都不一样 我觉得发哥特别棒的一点 就是把曹操演成人了 他演的时候 他根本他没有把人物连补化 他演的就是一个真实的人 一个很现代的 有情感的 就是像一个人的曹操 我孤不怕有敌人 我就是怕有绝成的敌人 导演也给我一个很大的空间 让我发飞 怎么去跟他沟通 来一条导演的一个版 或者来发哥一个版 一个新 我感觉跟导演这种合作的关系 挺舒服的 发哥就是笑着把工作都做完 做得很好的人 跟他拍戏 其实我发现他是个非常体贴的艺人 就是说他非常照顾我演员 我装鸭油 我要一次直觉 那时候是第一天来拍 然后就拍皇宫大殿那场重头戏 我自己本身战战兢兢的 所以我自己跪在那 痛得那个脚都发麻 站不起来 整个失去知觉了 我也不敢说 不好意思说你知道吗 鼻鼻太薄 幸好发哥发现了 希望大家给我个护戏 我也希望他们在一个很好的环境 很舒服的环境 要是有很贵的那个地方 麻了脚都麻了 他都破眼了 怎么搞呢 我感觉戏还是整体的 不是一个人的 他们好的时候 我当然也好 他更好的时候 我就希望我更好 贪心一点 停 废坊 到底你是皇帝 还是我是皇帝啊 拿下 或者是皇帝 是皇帝 的